如果讓你打一個Youtuber 你要選誰 誰煩一點 BrianX 我應該做些什麼才可以讓中生 你七八萬打我 不夠 我真的很有誠意 我打盧子也可以 你打我也可以 盧子打我也可以 我自己打自己也可以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R.I.P. 而我們今天邀請到這個嘉賓 最近非常之不得了 有些人稱他為Batman 有些人稱他為富三代 我相信大家都會經常見到他的新聞和報導 就是我們的鍾培生先生 我們掌聲歡迎鍾培生先生 Hello 很感謝美娜 很感謝家聰邀請我 我今天特意上的這個節目 是為了形形六毫子 做一個最爆炸的頭 讓他看到頭髮是多爽 當時好像是減肥失敗被迫展 但我看到他最近都開始流 我們今天頓禮和鍾先生說一聲 我們就上網收集了一些問題 都是給觀眾提供的 問到什麼都是我代他們的問題 嗯 好像有點害怕 也不會的 其實問題都可以的 我先問一些簡單的 我們由淺入心 一個觀眾想問你 其實鍾先生你平時有什麼做呢 平時起床之後你的行程是怎樣 我現在每天起床 大概七點半左右就開始練團 然後就洗澡滿身上班 基本上都是正常 內地做工程師的風格 正常都是九九六 就是朝九晚九 然後就是六一 所以其實如果不是最近之前的 其實就少了練拳這部分 然後就是起床上班 那我就睡到九點幾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做呢 譬如我們普通人不做的事情 你有沒有一些是你平時會做一下的呢 很悶的 可能你自己拍YouTube 可能你自己也會明白 平時在鏡頭面前 你講很多話 就是這樣跟人商討 但其實私底下 可能就是 只是自己一個人 真的很悶 不是喔 我看你也經常約很多女生去拍片 就是拍片 有 拍完片就多謝各位 好 謝謝 有些什麼跟你經理人說 謝謝 謝謝 Bye 那聽下去跟我們差不多 做的事情一樣 但可能裡面的內容有點不同 我不知道 我這樣聽下去 那我們下一個問題就是 早前就過完年了 觀眾就想知道 其實你平時過年鬥利是 通常會鬥到多少錢利是 我反而派利是 我看到你在街上派錢 對 今年派利是 加加賣賣 派了差不多四十萬 三四十萬 四十萬 三十萬 我收的話 爸爸媽媽大風一點 爸爸媽媽年年都是八千元 從小到大學讀完書 到現在都是八千元 那有沒有記錄過自己 收到最多利是錢的那一年 是收到多少 最小的一年 好像十多歲 有一年 要是外國讀書 回到香港 狂拜年 那一年收到好像 差不多八九萬元 八九萬元 其實你過年 只拜年都已經 全職了 全職拜年 全職拜年 要不要幫忙呢 下年 鬥利是那部分就不用了 這些粗重的東西交給我 不用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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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OK OK 沒問題 這個問題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 鍾先生你是一個這麼富裕的家庭成長 正常都會覺得很開心 很多人覺得有錢就是開心 但其實都想問一下你 在這個過程 有沒有什麼是煩惱 不開心的事情 當然有 例如心理上 由小到大 都會很對自己 有些目標 就是想超越家庭的 經常都想把我自己 和家庭分開的 所以就出來搞電競 越大就越 反而接受了這件事 真的覺得 天比這麼多東西 你要感恩 反而用這件事去做更加 你能力越大 出身條件給其他人越好 所以更加給其他人努力 去 spread 更多 love 給社會 那說起電競 其實也有人問 他當初為什麼會選擇 電競這件事呢 電競是一個非常之厲害的 低程度級取用戶 和用戶變現的一個產業 是遊戲產業 現身出來的產業 而當時看到 Twitch很成功 一個網上的直播平台 但是他大部分的流量 其實都是屬於廣告 所以我就買了所有台光有關的 content 無論是賽事 幕前的選手 那些實況主等等 我簽了回來 那我想要做自己一個 那當然就發覺 原來是不自量力 但是就 除了市場的轉變 和自己的思維 和同事 一起的成長 那今天都做得 挺開心的 明白 那做電競 譬如你除了做電競之外 我聽說你也有很多投資 那其實你還有沒有做什麼生意 我自己就喜歡做數碼飯娛樂的 有關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喜歡看數據的人 總之只要是單向 又不是很plattform的 數碼飯娛樂有關的東西 我都很有興趣投資 明白 那說到這個 那也有觀眾問 就說 如果你的fancy 有些好的project 你會不會投資呢 你不要說fancy 只要有好的project 我覺得是兩件事 一就是純粹回報 只要這件事 不是有為社會的道德觀念 是正能量的東西 幫助人的東西 以及會賺到錢的東西 只要我認識這個產業 我都會去投資 那第二方面 就是說 可能有些很有意義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 未必會賺錢的 所以可能他是做marching band 很想perform給全香港人看 marching band的東西 那可能我真的會完成的心願 我會包個牆 去做一場marching band的演唱會給他 但這件事就不是要投資 而是要支持 我這樣說起你的觀眾 要我所知 你是每一句都不停送一些東西 給你youtube的會員 就是我看到有魚子帳 那我算過你 譬如搞了這段日子 你花了多少錢 在youtube 我就是一個很喜歡看數的人 我什麼都算數 但唯一我完全不算數 就是回饋給會員 我為什麼一開始想著派禮物 一開始不想著派禮物 是因為在我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我連宣傳都沒有宣傳過Membership 這件事 就已經有一群粉絲 是join了 那我覺得 就直接join了800元一個月 對呀 我覺得不是很好 我覺得那時候已經差不多一百個人了 所以就經常都說 你怎樣幫我 我一定幫你 那些人是不求回報的 就算是 我說給他們二千元 都有幾十個人是直接不要 有些人說捐了他 所以是 覺得做得很有意義的事 而最緊要 而不是說回饋的價值 和錢那方面 是 我定期收到Inbox Gerrick 我一不開心看這片 整個人都開心了 我自己認識的都沒有看過這片 我朋友的朋友 在看完這片之後 整件事正能量 好開心 那我覺得 真的要好好做這件事 而且是 不容易的 所以你剛剛說收益的問題 其實你們都知道 YouTube 三成幾 還要去近期 你不知道YouTube 加美國稅收那裡 那裡都會再打幾十百% 那還要出糧啊 拍片啊 卡拉東西啊 送禮啊 有特殊的就自己給 好 但是如果 如果你是一個 又那麼喜歡計算 一個生意人 看著 不停負數 那個感覺是怎樣的呢 但你覺得開心 我也很開心 我是一個很喜歡請客的人 很多東西 我懶得現在拍片的人都受不了 那些贊助員主動說 我會送一部新的東西給你 我都說 我可不可以拿來抽給會員 他都說 不行 你真的要自己用 我才送給你 那我先 好吧我自己用 那有個觀眾問 那外地的會員 如果加入這個陪生陪森 那有什麼福利 都是一樣的 每個月就會 有iPhone大獎 但如果你說 有些是要去現場拿的食物 那可能真的要送給香港的朋友 好 下個問題就是 買個最貴的東西是什麼 應該就是 送給爸爸的三十禮物 一個很特別的鏡頭 那鏡頭多少錢 可以透露一下 差不多 三四十萬 三四十萬 都誇張 那媽媽那個就是 問媽媽要買什麼 那時候媽媽說 截宴 入了好像 二百萬 三百萬 應該三百萬 OK 應該我爸爸不看微辣 如果知道了這個就麻煩了 立刻問你拿飯 不然應該不看 應該不看 好 我們下一個問題就是 有沒有事因為家裡太大 而發生了一些荒謬的事 當然有 買一個雷台還不算 這個 不會啊 你打拳 我覺得現在買得不錯 現在看就是 那時候我跟媽媽說 有沒有買個Ring 因為我媽媽是很不喜歡打拳的 媽媽可以買個Ring 媽媽說 兒子結婚嗎 買戒指衣 我說不是Ring 不是手指的Ring 是雷台的Ring 然後媽媽回家 看到Holy 然後就想借我了 那你平時一個月 有沒有計算過自己 大概花多少錢 花多少錢 就沒什麼特別計算過 平常我就打遊戲的話 會貴 課金 課金又會貴 支持遊戲行業 都要課金 打遊戲不課金 就真的不要打 講這個打遊戲 你是不是玩到所有遊戲 你應該都會傳輸第一名 還是怎樣 是的 無論是技術性的遊戲 或者是課金的遊戲 我都會第一名 那你試過在遊戲中 最多扔多少錢 是王室戰爭 當時一個Max的帳戶 大概是三千元 三萬元美金 是嗎 但我看你之前 你有沒有玩了一隻 權力的遊戲 笑話 你是要提到我傷心事 我經常以為自己是 是 我有玩過SLG 那如果是的話 劍與家圓 和王室的遊戲 都是誇張的 我嚴重懷疑你是報小數 這個是報小數 這個是報小數 你捉到我 你捉到我 我想說 你明白嗎 收拾話 給我踢到我 好 那我們的下一個問題 前陣子和林作的記者會 記者會前 其實大部份人都是支持你 沒有很喜歡林作 那方面 但記者會之後 其實這些報道 開始慢慢有些風向 都偏向林作那邊 但我見其實你剛剛 被你昨天就出了一片的回應 都可想在這裡再問一次 即是你怎樣看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比武 比武 難道真的和你稀皮少年嗎 那很多人覺得 其實有很多的hater出現了 但是問題呢 就是我今天做件很正經 無論我是去做義工 那些人的 喂 偽善 一定有一班是負能量的人 在那裡 那一班我一向都不是很理 但反而呢 很感謝你問這條問題 讓我借回這個機會 去多謝一班 即是支持我的人 和關心我的人 我唯一要對不起的就是 以前會有逐一跟別人說謝謝 但我這次反而 照顧不完每一位支持我的人 逐一去 去說多謝 我只有一些看法 看完之後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林族其實很好笑 有時候的事情 就不是只看他EQ高不高 個人搞不搞笑 反而是看他做的事情 我覺得他其實某些行為 例如 你開組的人 宣傳 其實這件事已經 就算你EQ高也好 你多好笑也好 其實這件事都是不對的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給你打一個Youtuber 你要選誰 澳門的話 當然是六毫子 港澳的交流 那如果你說香港的話 哪個比較煩 Brian Cha 相信我有幾個話題性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自己問的 就不關觀眾的事 我應該做些什麼 才可以讓鍾先生 你七百萬打我呢 不如反過來 你幫我跟六毫子說 如果六毫子打我的話 我三十萬就制了 但是你給夠錢 我幫你打六毫子就行 那又不好 不夠 我真的很有誠意 很有誠意 我打六毫子就行 你打我就行 六毫子打我就行 我自己打自己都行 這個我真的要計一計 看看觀眾想看什麼 我就是叫觀眾留言 對 觀眾留言 誰打誰都不是問題 錢是我這套給你 對 如果觀眾OK 觀眾OK 那就可能 找觀眾籌期 果然是一個精明的投資者 那不怕 我給你一點時間 你想一下 好 希望你能夠早上幫我實現 加入了陪心陪心 會員沒有 加入了才有機會 有願望 我昨天真的打算加的 我提到八百元一個月 我打算今天見你 我就問清楚一點 希望今天解答到這些問題 而且最重要的 都要銷一銷兩句 是真的想支持台前台後 廣東話創作的工作人員 還有在現在的社會 那麼佛美的社會裏面 帶回正能量和開心 給每一位喜歡聽廣東話的朋友 不怪有些人叫你做Batman 基本上你整壇 你是虧本生意 你做YouTube基本上是 好了 再一次多謝忠先生 接受我們的訪問 多謝加松的邀請 多謝你 希望你也認真 考慮一下打我這件事 其實我過來隔壁都沒有問題 我會看觀眾籌期 這件事可以 可以 多謝忠先生 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